中秋将近还没准备拿索菜吗 今天铁头安排一道鲍鱼红烧肉分享给大家 这里准备了八只杀好的小鲍鱼 还有一斤半的五花肉 我们先来处理这个五花肉 我们先把锅烧肉再拿五花肉给它烫一下皮 做好这一步可以去除它的清烧味 好 把猪皮烫成这样就差不多了 现在拿去清洗 把肉冲洗干净 猪皮我们用刀给它刮一刮 洗净了肉我们给它改刀切成大小均匀的小块 锅烧热后来点油不用太多 把五花肉倒进去 给它煎一煎 煎肉的时候我们用中火来给它煎至 把多余的油脂给它逼出来 一面煎得差不多了 给它反面逼煎另外一面 多余的油脂我们一定要给它煎出来 焖出来的肉才香莫不油腻 好 已经煎得差不多了 来点高度白酒给它去腥中香 继续给它翻炒一下 接着给它来上两勺的生抽 把酱香味给炒出来 给它上上色 接着我们倒入适量的开水 开水过面就可以了 不用太多 放两块冰糖 少许的葱和姜片 再来一丢丢的老抽给它提示 把盐一起加进去 稍微给它翻动一下 烧开后把锅盖盖上 转小火给它焖煮45分钟 焖肉的时间 我们来把杀好的鲍鱼给刷洗干净 把那些黑色的东西给它刷掉 临近节日这种鲍鱼也贵的 平时卖5块钱一只的 今天买6块钱一只 好 我们的鲍鱼已经刷洗得白白净净了 现在往里面加点料酒进去 给它去去腥 给它抓一抓 另取一锅 烧一锅开水 烧至大开后 把我们的鲍鱼放进去 给它汆烫一下 去去腥 现在可以把火关掉了 给它烫上一分钟 让它定型去腥 烫好的鲍鱼给它夹出来备用 好 我们的五花肉焖煮了差不多了 现在把火调到最大 大火给它收一周汁 现在的猪肉焖煮45分钟 足够软烂了 大家看一下 汁水瘦了差不多了 我们再把鲍鱼给倒进去 鲍鱼不用下得太早 太早的话变老了 口感就不好了 边翻拌边给它收汁 大概三分钟左右 鲍鱼的鲜味也出来了 也熟了 汤汁收浓就可以出锅了 一道鲜香无比的鲍鱼红烧肉做好了 五花肉口感远烂 肥而不腻 鲍鱼爽口弹呀 中秋要到了 做上一盘来待客 备有面子哦 喜欢的朋友试试吧 我们下期再见